你跟爸爸 爸爸对你是这样的 这么大的意见 你都不想跟爸爸对话一下 我不想 我不想 我觉得这 我们没法解释 这些东西 那爸爸刚才这样说 我可以就是说一会儿 就是说要扁导也好 或者去走访一下我爱人 看看我爱人 到底是不是 像我父亲说的这种人 我爱人为什么要骂我父亲 好妙的特别好 就骂他 你想可能吗 他要是虐 您请我说 要是我爱人要虐待我父亲的话 也可以在没人的时候虐待 掐他一把 拧他一把 就目睽睽指下 就从那个侧堂 滚给他映仓 您觉得这何无常理吗 不是 那是手梳完了 他有床 因为他一个临时起泊器 说你跪在床 拖着他那腰 他这一窝就坏了 那起泊器容易掉 你去 他不去 他过去了 蹬那个脚 他那一喊号 一二三 走 我在屋里头了 你是没在 我再屋里头了 过往就 送了这么多人 故意就跟他 一屋子人 人家一屋子人 知道吗 这不说瞎话 好了好了 您的主人都问他了 这是你的什么人 以为是帮忙的了 其实我从刚才 那个老父亲的电话连线 跟您刚才特别生气地 拿那个瓶子 指责女儿 我觉得 您其实不是生女儿的气 您是生女婿的气 对吗 您生气的只是说 在女婿 在做这些行为的时候 女儿没有采取一个 正确的态度 她完全站在了 自己丈夫那边 其实我想 我告诉你 她自己说的 我宁可不要吴魏 我也要吴红莱 别说爸爸妈妈 更不要去 她就亲口跟我说的 连她的女儿她都不要 别说父母 女儿是第一位吧 是她亲生自养的吧 女儿都可以不要 别说爸爸妈妈了 谁跟她老公不行 谁都不对 我知道了 这个部分我挺理解 您女儿的 我理解她的是什么呢 您想一边是 她自己的亲密爱人 是她的丈夫 一边是她的父母 您说她处在中间 她也很为难 您说她没有为难吗 她肯定也有为难 对不对 对 都是这样 那你有没有去心疼一下 女儿的处境 我不心疼我就不管了 你的姑娘你管吧 我不管了 我打架起 别上我这儿来了 可外孙女每次回来 她还是回到我这儿来 我这儿来说 她是个人的 我这儿来说 她是个人的